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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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 Atheto Pursa GT3的比賽 對 這個場地我不會念 一開始翔哥從 第四名起跑 可是他起跑慢了一點 一下就被 種種超過 翔哥這次開了 是他第一次開 寶石街的GT3 順兄跟他同一堆 兩個都是寶石街 差一點跟現老闆放出動撞 我們往前看一下 盛修的市場 現在再來第五名 前面有車在直線的地方衝出去 拉出了一整條的煙霧 然後滑到賽島外 還好沒有發現什麼 重大失控 這個人就是我 根本就是瞎了 我那時候畫面整個黑膠 詳細可以去看我的直播 也以前那時候 樣子 將路撞線 這太好笑了吧 我們還是當下的狀況 很好開場就是 小路撞掉老蟹 接下來翔哥撞掉聖修 一模掉線 小籤打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台比賽前沒多少 江東東幾乎把每個人都主動一遍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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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掉線 誰掉線 哎呦 不是小浪漫掉線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來是我掉線 哈哈哈哈 哎呦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做人心不要太 哈哈 緊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呦 我很靠 哈哈 我的 哎 你也撐完36000了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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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太可怕了 哈哈哈哈 超完美的脂肪 我都貼著膩膏了 哎呦 今天他們喊掉線喊那麼多 不成為膩膏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的天哪 你踢膜不飛 我已經踢膜屁股了 怎麼要抄它了 表現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實在是太爆笑了 對 然後我們的順秋現在追上了 非常名的種種 整片要發動公式 種種這一場駕駛的是D&W的Z4 這場唯一台V4 勝修則是跟翔哥同隊保持鐵GT3 直線似乎勝修的速度快了一點 總共沒有進到內線 勝修的路線比較完美 一口氣拉近了距離 或許在這場彎就可以翻動攻勢 勝修提早剎車 敵哥看不到前面的彎 引導煞車 比我衝出去還要好多了 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什麼勝修居然插入內線 超車成功 沒想到雖然會在這裡 一直覺得勝修開車是屬於比較平穩的那一派 這次的攻擊還真兇啊 差這麼多的距離還是這樣插進去 接下來就是看能不能守住了 接下來就是看能不能守住了 勝修在這兩個彎好像都習慣第一個比較早開始轉一點 把黑色的痕跡有一點點的偏離 第一名的泥木已經完全消失在畫面中了 第二名的地圖在比較貼近的時候都看不到 啊勝修不小心衝出跑道 雖然不太嚴重但也損失了一點點速度 這邊是在大直線的尾端 想夠追上新老闆 雷測攻擊 一口氣敲了過去 OK 新老闆還在左邊喔 超車成功 有一個漂亮的超車 這邊則還是維持了一個差不多的距離在前進 所以就這個彎沒有進到內線 這顆彎又太慢下車的感覺 這顆彎又太慢下車的感覺 好像要被追上囉 這個是 喔 第六名的彎彎發生打滑滑就看到 這樣應該是跳到最後了吧 這邊出彎比 提開啦 哇勝修打滑 有重擊牆壁 前面側面中度受損 後面中度受損 後面中度受損 在陳舊舊 一口氣超過 拉開距離 這顆下壓力一定是會受到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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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非常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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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到 幾乎都可以加速到極速阿 很多地方 然後再減下來還有一個超級低速丸 所以造成了一個這樣蠻特別的警察 就是 兩台車們的距離還蠻遠的 但一瞬間像剛剛聖兄那樣攻擊 就超過去 我自己雖然蠻不喜歡那個跑道的 我自己雖然蠻不喜歡那個跑道的 跑到正規賽道裡面應該是 我的喜愛排名最後吧 對 所以我覺得 開起來不好玩 如果我聽說阿 這個 AEC 就是 我們在遊戲的Central Fursa的 的公司 K什麼的 他的 他的辦公室就是在這條賽道裡面 真是的 我這麼喜歡這個遊戲 就是他的辦公室在我最不喜歡的賽道上 這邊是 剛剛被翔哥超出的謝老闆 距離好像有點拉開 喔!翔哥滑出去撞到防禦欄 這個受損可能不小喔 這邊依舊還是這樣 持續的僵持下去 距離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喔! 後面跟上了剛剛目睹翔哥自爆的謝老闆喔 衝駕駛地下 就會演變成 三台車 纏鬥的狀況 究竟是聖修超車成功 還是 聖修被超車呢 喔! 現在我把距離要稍微拉開一點 可怕是有傻傻的失誤 跟前面的距離稍微進來一點 比起上一圈 喔! 種種又沒有吃到內餡囉 咬住了! 看到名字了 這次聖修沒有再過早的下車 有了剛剛的經驗 下得很準確 反而是種種好像太慢下了一點 攻擊嗎? 內線攻擊! 種種關門 這裡又緊急剎車 沒有發生碰撞 好險好險 這樣攻擊實在是太... 風險太大了 種種都沒有吃到內餡 壓力頗大的感覺 這一次完美的守住 很久 你追蹤的 我先選別多醜 這次成功 如果我先選另一個百分補 我先選擇 你去吧! exertion 你再教我 我先選擇 李三公さん 我先選擇 我先選擇 雖然車速比較快 到了直線還是可以輕鬆過去 剩手落到了第四 小砰第三 種種 第二 種種的距離被拉開了 大家來追上去或許會花一點時間 哇哇哇哇 開門下車 衝出賽道 我們往前一個位來看看 這三台真的是 不停在一塊 這三台 要沒有很緊 少了一種緊張感 好像 找他開不過這邊在大直線不太舒服 噢,這個挖好像一口氣接近種種了喔 真的,一口氣接近種種了 真的,一口氣接近種種了 會在這邊攻擊嗎? 速度差蠻多的耶 攻擊,會不會太慢上車 不會 超車成功,我碰這 種種碰到了現場版的右邊 小老闆保得住位子嗎? 種種再一次從內射攻擊 超過了 回到第二名 小老闆放棄了再一次進攻 雖然種種沒有關住內線 這時候也是 沒有放棄的追上來 所以是準備反超系老闆 後面的蛙虎虎虎虎的看著 現場版的牛 粉紅牛 很難過 感覺這樣看起來 總總蠻容易在進第一個彎的時候 比其他車子慢 重新應該會再拉近一次 這次還好 倒數勝修 貼得更緊了 現在應該都是看得到民視的狀況 喔 種種現在還剎車 完蛋了 他衝不去了 蕭板跟聖修一起超出了成功 我們再往後牽到聖修看看 種種復原來還蠻快的 看來這三台的戰鬥還可以持續下去 種種稍微滑了一下 喔 聖修又在這邊撞到 再一次 在這邊出事 但是 我們應該要追上聖老闆了 在這邊可以用尾流吸上去 說不定實在是太可惜了 串招就這樣脫離了三台的殘鬥 來到我的視角 在第十一圈我追上啊 自爆過的翔哥 就是這個王子 他一開始就打滑 還在旁邊 有有有有有 我沒有辦法跟他拚下去 我會趴 看到這個周圍 很奇怪 那一個大好機會 居然沒有超過 實在是太可惜了 太多窩蠻的控制了 還是沒有辦法 讓名字完全的保持看見 這關上面好像邁阿倫不歪 在直線特別滿 230幾跟其他車子 好像差不多 我的小千號 這兩個封鎖比較不會轉的地方 距離又沒拉開了 這兩個封鎖比較不會轉的地方 所以我其實是有開一點TC的 在幾個彎上面我很容易打滑 在幾個彎上面我很容易打滑 我好像又有点变远了 变远了吗?还是变近? 跟上一圈同个位置比起来似乎有近一点喔 越来越有机会攻击 稍微吃到一点点沙 吃饱一点 强哥路线有点外边 这样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到速度 这里是... 谢老板14圈尾 谢老板在这边打滑 重撞墙壁 这跟祥哥前景圈的状况好像蛮像的 回到我跟祥哥 在这条实践上已经完成看得到名字了 要咬住咯 准备进攻 内线 内线吗? 内线 进攻 祥哥偏出去 自己上出了内线 不过并没有进攻成功 祥哥的轮胎上面还有蓝色的字样 还真漂亮 祥哥路线再次往外偏 及时关回来 没有被超过 没有被超过 手把动一下会撞到人啊 祥哥危险他的手把会撞到人 真是可怕啊 我又再一次吃到一点点草 拖满了一下速度 祥哥又坏了 不是不是 骑豪固定剧本吗 没一圈都这样吗 大直线 不知道这两台车大直线谁比较快 老师 樟哥好像这一关咯 碰不到 Apex 在游戏 烟aker 咬住 锡尾留时间 我为 太慢煞車 因为视线的关系 没有办法看到煞車点 直接衝出跑道 莫死了 沒事你一回 又要重追了 在前面你可以看到粉紅色 非常非常明顯的 蝦老闆 上面全撞到的蝦老闆和老熊回來了 玻璃已經破掉了 這樣的話他應該會驚嘆 琼琼好像大失控喔 停在路邊 從聖修這邊看應該更清楚看到琼琼怎麼回事 琼琼在出完這邊自己打滑 然後轉向另外一邊滑出去 下板可以超過了 前面負責擋車的皮特人 原來被他撞飛了 應該會修理吧 小板加了80公升的油 修車 來 T1 我一口氣拉近了 跟翔哥的距離 這個玩我真的很喜歡 我覺得這個玩轉起來有爽快的感覺 碰到第一個APEX 然後就直接可以開始加油了 這次話我路線沒有吃進去 唉唷 到底摔尾 我還想過再一次路線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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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玩 大概又會出問題 這次雖然沒有壓出去 但也差一點點了 有點滑 我的拍 才剛說我有點滑 我就往那次滑 撞到牆壁 直接衝到旁邊吃沙 差不多該近戰的比賽 已經差不多要過掉一半了 在我出事前沒有多久的強勾 頭又歪 有點滑 有點滑 我的拍 喔 他也撞到 難怪會說有點滑 我剛撞牆壁 我剛撞牆壁 事實上我們兩個應該是 差不多到這時候輪胎已經要不行了 有進了 再過一圈有半長 再過一圈有半長 我再過一圈 翔哥能用這樣子的輪胎 防守住種種的攻勢嗎 不過翔哥的輪胎比較滑 種種的輪胎 應該也好不到哪裡去 目前感覺大家都還沒有 進戰 除了蝦老闆之外 進戰 進戶戰的應該只有蝦老闆 進戶戰的應該只有蝦老闆 進戰 內線攻擊 翔哥關門成功 這種危險啊 尤其是整個彎 最後一個不小心 名次可能就會改變位子 目前想攻啊 種種才爭奪第三名 保持結隊 Z4 B&M刀隊用Z4 目前想攻啊 好 好 首先來說 翔哥比他的 最快的紀錄 還要再更快一些 在這種輪胎的情況下 居然還能夠更新的話 真的是 還滿強的 過半 不知道說不定想光會在這一圈 進戰 進戰 有也快要見底了 不是這一圈應該就是下一圈 所以我似乎沒有要發動攻勢的意思 還是很 我要進去了 平靜的跟在後面 翔哥進戰 永永順利敲車 啊 進戰的時候敲到牆壁 這個還滿可惜的 不過看這個受損狀況 那一次撞出去好像影響并不大 从圣修这边看的话 前面是刚出战的你走 我进来了 圣修在做什么 跳了好久 在后面 有人进来了 大家这次进战的策略好像都差不多 想过出战 他怎么穿的 我也跟着出战 比起出战前 比起进战前我们两个距离拉近了很多 种种只是还没有进战 我们持续的在跑 他怎么撑这么久 要过半了 那边感觉应该暂时不会有任何变化 我们就先来看看 尼莫的出战圈 领圈 大家不少的尼莫出战的时候 落在还没有进战的种种 后面 看看尼莫比大家快这么多的操作 到底是 怎么回事 好 好 不知道怎么说 另外這個 首先我發現 嗯 跟我比的話 上車不太一樣 上的很快 剪完書裡頭就放掉的感覺 可是它的剪書端是一路算的喔 可以算是有碰到彎終點嗎 好像又不太像 它就是踩一剎車 直接衝進去點速到底 然後就直接換油門開始衝 感覺它出彎的我想我要拋這麼彎一點 速度好快 比較尖的感覺吧 路線 很快就讓車頭對著出彎的方向 然後就開始加速 追上種種了 追上種種了 怎麼會怎麼樣公平呢 啊?什麼? 種種直接自爆 離我再次奪回第一 揚長而去 把種種盡散了 應該吧 那應該盡散了吧 回到我跟翔哥好像 沒有什麼變 經過那麼久 可是這個距離 你剛剛跟著我嗎? 我有壓力耶 搞錯了 翔哥在這兒彎又再一次失誤 我還沒有機會 想辦法 哇 壓到鹿鹽石 車子跳起來 又被甩開 後面這一段是翔哥跑得比較快 前面是摩跑得比較快 但我們不是每一圈都接近再拉遠 接近再拉遠 接近再拉遠 這一次沒有跑好 沒有接近了 要拉遠了 啊 啊 相比上H,我們的時間長得大快 現在是爭奪第二名 居然是爭奪第二名 一段時間沒有看名次 什麼時候已經上升到這個點 強哥有小失誤 我也想吃 強哥走進去裡面都會見夢 遲遲沒有辦法 完全的咬得住 我覺得在這種距離最煩躁了 我剛開始玩的時候在這種距離就最容易自暴 因為會急 現在穩定度好多了 哇,我們的摸在這創下新紀錄 F35.521 F35.521 強大的米總啊 你每次開同一台車 差這麼多 實在是 哇,翔哥壓到入園食檔嗎? 翔哥掰 到23圈 這場沒什麼纏鬥的纏鬥 終於結束了 然後 翔哥在開一下這個失控狀況 哇,我失控 完了 這次真的完了 真的 是說這場 這場 這場我跟翔哥的戰鬥 在 比賽的時候 哇,翔哥一次路好多名喔 在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 刺激的 但 刺激的事後 哇,翔哥用撞到 前面快掉 但是 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太多的攻擊防守 就是一直跟著 跟到翔哥自爆怎樣 剩下老王 前移一點到 剛超過翔哥的勝修 追擊謝老闆 目前還差 應該是6.6秒 謝老闆 揚起一陣煙霧 然後 再給大家聽 再給大家聽 一邊 一邊 現在 應該是 解釋 是這個凡人的距離啊 盛修 稍微有點太慢餐了 會不會沒有拉遠 要吃到啥 不過還是沒有拉遠 奇怪勒 怎麼會這樣勒 完全看得到沒事囉 說不定這個丸 就可以 攻擊啦 T1決勝負 就剎車重了一些 啊 碰撞 把謝老闆直接撞出去了 欠了門不夠多 然後 謝老闆 慘啊 會這麼一撞 兩圈後 聖雄因為自保 他要落到謝老闆後面 再一次替換 追上謝老闆 下一個彎說不定另外攻擊咯 下一個彎說不定另外攻擊咯 沒有這個彎沒有攻擊 欸這個彎 這個彎 甚至就是後來開到一檔 好近好近 小老闆有點偏離黑線 手不定機會來囉 開慢煞車 開慢煞車 直線吸到尾流 應該可以有機會 看得出聖雄比較小心點 哎呀 小排一個減速 聖雄來不及反應就刺殺了 走到翔哥之後 第三可能有點困難了 衝頂第四 還有 還有這個 欸 八圈 還有八圈 超過翔哥的話 就可以拿到第四 喔 又有一個太慢煞車 大概也是下車點被擋住 距離被拉開了 咦 謝老闆又定站 33圈 沒有了 謝老闆沒有了 哎呀 這第三名就這樣子飛了 這第三名就這樣子飛了 就這樣子飛了 好慘了 第三名就這樣子飛掉了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特別都要纏透到 好像又沒有什麼走的 GT3金筒回覆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新的小頻道 或者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再見 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 Cod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